快手到家人们啊 咱们呢今天来个剪网视频 也到老铁说了 我这个网呢老是撒不好 那可能是你的网没有剪好 咱们今天来个详细的剪网视频 这是一条两只 钓好都四米高的网 一开始呢这个圈呢稍微小一点 看到没有 最后一圈可以适当大一点 手捏的位置要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 然后呢把这个网呢迪着离开地面 先在手里面给它捋一捋 然后在自己跟前 称椅子形排开 排开以后呢 然后从自己跟前的位置捏住单层往一往外拉 要非常有节奏性来 看到没有要非常有节奏 要先在原地啊剪成一个大圈 看看 剪完之后手捏住中间收一收 收成一个小圈 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的话就是开刀门的啊 家人们 离地30公分并排拿起两个刀 和自己膝盖位置差不多的时候 并排拿起两个刀 放到左手大拇指的位置给它捏住 捏住以后啊开始剪 剪的时候也是啊 把这个网线的全部捏在虎口里边 和自己膝盖位置差不多的时候 要剪出一个倾斜面啊 就是45度倾斜角的扇面 剪到最后啊 剩下一到两个刀的时候 离地20公分勾起一个刀 放到左手的内侧给它捏住 这个时候呢往一放松 看到没有 下面啊就是批网了啊 让你们看着 敌着离开地面 手腕轻轻一翻 一定要把这个坠子看到没有 剪得全度螺露在外边啊 要带一点倾斜度的扇面 然后下一步开始撒的时候啊 让你们看着啊 两脚站稳 向后一摆 往前轻轻松松一扇 只要说你网剪好了 这个网的话就很容易撒开 七分剪网 三分咋 晚上八点来直播间 教你们怎么撒网 干就完了 等下